宣佈加價3.14% 我代表工聯會表示它的遺憾和不滿 港鐵它長期都是以股東的利益 作為一個港戰牌 以可加可減利潤的一個方程式 作為加價合理的理據 我們覺得是遠離市民的訴求 也違背了它作為一個大型的公共事業地球應有的企業社會責任 政府擁有港鐵超過75% 絕對是有能力去透過它的決定權影響力去減低港鐵的加價的負責 包括我們覺得要求政府是要盡快再檢討現時的可加可減機制 將利潤的因素加入票價的可加可減機制 我們工聯會的建議是將稅前利潤的變幅 譬如今年的稅前利潤比上年多了多少 再成為它本地車務的比例 譬如是四成五港 之後將原有的加幅減少這個因素 即是稅前利潤的增長這個因素 去確保如果是一個稅前利潤增長的情況之下 是會有一個較低的加幅 甚至乎可能有車費減的情況 另外我們都希望政府要用好每年港鐵大約是40億的分行 去成立一個票價穩定基金 將這個40億譬如可能累積滾傳 四年之後 譬如假設有4%的回報 每年大概就會有8至10億可以作為一個票價穩定基金 除了資助跌路之外 那些減輕跌路的加幅費 亦都可以資助其他的交通費用 還有那個免入式審查交通津貼計劃 實施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都認為那個門檻太高 400億譬如太高 還有400億以上只是資助 四分之一都是比較少的 還有港鐵在這次推出的優惠 其實真是少因少為 在168億裡面 它只是撥出了22500萬 還包括一個除了分享理論機制 它包括服務表現安閑 即是說它的服務延誤 所謂罰錢的因素 先得那2億多 是完全全全不適合比例的 港鐵是否可以在一個機制以上 再去給多些回贈乘客呢 其實它是包裝了那個票價的增幅 是推出一個所謂97至半年 溫水煮蛙 其實就是用一個人為的操作 將那個加價延遲半年 可以延遲多半年 為什麼不做足一年呢 到頭來都是要加價呢 這個市民覺得是 我們市民的乘客覺得是難以理解的 港鐵在這麼豐厚的營備之下 絕對是無需要加價的 最後我們覺得在不加價的同時 其實港鐵也有能力改善員工的待遇 特別是前線員工的待遇 我們過去港鐵的車長或者員工 都提出很多的改善薪酬 待遇的訴求 因為現在他們都面對著士氣低 和流失率高的情況 也都是面對著新舊車長 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我們希望我們當工會 和公司都是在談 反應意見 我們覺得公司也是要回應司機的訴求 包括在一些人工上面要增加 我們提出要有800%的增幅 另外也是要有一個新級點的增加 和解決新舊車長 同工不同酬等等 這些就體現了港鐵 它作為政府擁有75%股權的公共事業 應有的企業社會責任 我今天分開到這裡 讓大家報充的地方 好 謝謝